这个男人深夜喝醉打算找墙角上的厕所 可他刚解开裤子 突然发现旁边的垃圾堆中躺着一个熟睡的男人 起初他还以为对方只是像他一样的罪汉 但等他和同伴靠近之后 不料发现男人腹部的衣服已经完全被鲜血浸透了 二人见状不知所措刚打算报警 可下一秒 躺着的男人突然起身死死抓住了他同伴的肩膀 接着又虚弱地直接倒了下去 等第二天一大早 警方过来时男人已经因为失血过多死在了送往医院的路上 现场的垃圾堆旁只留下了一大滩血迹 周围的地面上还有一些打斗的划痕 而案子唯一的线索 就是警方从报案的两个男人口中得知 他们称当时被捅的男人抓住肩膀后不停地喊着老虎老虎 不过还没等他们问清楚什么意思 对方就又直接昏死了过去 警员大聪疑惑死者口中的老虎是什么意思 会不会是有个戴着老虎面具的人袭击了死者 林队听后认为很有这种可能 但也不排除行凶者是死者认识的人 而老虎是他对凶手的简称或者绰号而已 回到警局医院很快送来了死者的死亡报告 资料显示男人名叫吴科 38岁是名酒吧的老板 而他的腹部和胸口被凶手捅了20多刀 内脏多处被刺穿导致大量出血死亡 巧合的是死者遇害的地点就在他的酒吧附近 从种种迹象来看 凶手的目的极有可能是寻仇 软色看着死者的照片 他总感觉这个男人看上去有些眼熟 但具体在什么地方见过又想不起来 他让大聪去调查一下死者的背景和档案 看是否能发现一些新的线索 很快 林队二人找到了死者的妻子 并询问他的丈夫最近有没有惹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 可女人却哭着告诉警方 他称丈夫吴科在开酒吧之前是一名律师 所以在生活中为人处事一直都很谦虚 平时不但没有和别人发生过冲突 甚至还经常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所以他认为丈夫是不可能在外边惹事的 大聪听后好奇地猜测 凶手会不会是他丈夫之前做律师时的客户呢 女人沉默片刻后称 其实他的丈夫很少谈起之前做律师时的事情 不过最近有一点很奇怪 那就是他发现近期酒吧的收入明显变少了 他怀疑丈夫可能从酒吧拿钱去做了其他事情 回到警局 大聪根据死者生前律师的职业果然发现了一些线索 资料显示七年前他本是一家律所的合伙人之一 起初因为吴科的辛苦经营运作的还不错 但后来因为他的创业伙伴是赌成性 不仅将律所账上所有的钱全赔了进去 甚至还将一些客户的保管金全都给卷走了 要不是吴科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抵债 恐怕七年前他就直接被他的合伙人给坑进监狱去 然而巧合的是 当初把吴科坑惨的这个合伙人就叫陈老 结合报案人称死者临死前不断重复的名字 林队认为这个陈老虎极有可能就是凶手 可大聪却告诉他 资料显示陈老虎在五年前就因火灾死亡了 因此他怀疑死者口中的老虎 应该是指一个与陈老虎有关的人 不过众人不明白的是 如果说当初是死者帮陈老虎还清了债务 那这个与陈老虎有关的凶手杀人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大聪很快调查了陈老虎的社会关系 档案显示三年前他的前妻就带着孩子改嫁了 而陈老虎的母亲也被催债的给气死了 除此之外他就只剩一个大龄代嫁的妹妹 二人直接来到陈老虎的妹妹陈琳家里 并向其打听最近是否有人来找过他的哥哥 不过貌似陈琳很不愿意再提起关于哥哥的事情 他很生气地称 陈老虎生前把整个家都搞得支离破碎 如今他的生活好不容易慢慢好了起来 所以他希望警方不要再过来打扰他 就在众人谈话间 林队突然留意到厨房吃剩的饭菜上有两双筷子 这一刻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直接询问陈琳是否是一个人独居 而陈琳被这么一问突然愣住了 大聪了解情况后准备去卧室查看 一旁的陈琳见状立刻上前进行阻止 林队察觉到不对怀疑房间内还有其他人 果然 大聪这边刚打开房门 下一秒从卧室里猛地窜出一个男人 而且此人的力量和伸手都很厉害 阿聪二人因为被对方先手纷纷占了下风 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 男人看准时机直接跑出了屋子 此人似乎对周围的环境很是熟悉 直接利用优势甩开警方并快速进入了电梯 不过还好林队及时追了上来 二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剧烈搏斗 大聪担心林队出事 然而等他来到一楼时 出现在他眼前的 竟是已经昏迷的嫌疑人和气喘吁吁的林队 林队疑惑此人到底和陈老虎是什么关系 如果他就是凶手的话 那陈老虎的妹妹又为何冒险包庇这个男人呢 将此人带到警局的审讯室 面对林队二人的审讯 男人只是称自己名叫周国焘 是陈琳的男朋友 至于他逃跑的真正原因 男人却始终保持着闭口不打 由于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男人与吴柯的死有关 林队试着带他来到了死者被捅死的现场 并询问他昨天晚上凌晨两点左右在哪里 男人看着地上的血迹明显变得紧张了起来 他解释自己昨晚一直和陈琳在家里睡觉 并称对方可以做他整晚的时间证人 林队知道对方不会轻易交代 其实他将男人带过来 只是为了验证自己的一个猜测 回到警局 警方立刻调查了此人的背景 让众人意外的是 档案显示此人五年前 还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后来突然就成为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自己的猜测 他怀疑这个周国焘很可能就是五年前被烧死的陈琳 因为他对比了二者的身高和体型 感觉实在是太像了 警方虽然已经联系他的前妻 要来孩子的DNA进行对比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即使证实了林队的猜测是对的 那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无法将其待 眼看案子即将就此搁浅 林队直接来到审讯室 他已经调查了陈老虎出火灾前的资产情况 发现纵使当年无科帮他还了那些客户的钱 但其实他在外边还欠了很多高利贷 五年前他被锦尼香躲了起来 不过他小看了那些追债的人 而且听说目前为止 他的很多债主仍不相信他已经被烧死了 所以林队建议男人老实交代 因为一旦DNA结果出来证实他就是陈老虎的话 那他认为对方在监狱里活的时间明显要比外边长得多 男人听后似乎想要说出什么 沉默片刻后 他称其实那晚无科的死只是一个意外 五年前他为了躲避那些高利贷追债的人 恰好那段时间陈林在桥下发现一个病死的流浪汉 在妹妹的帮助下他找了一个私人的整容医生 就这样 他成功代替了流浪汉的身份并开始了新的生活 直到有一次他误打误撞走进了无科的酒吧 他本以为对方不会认出自己 再加上之前一直感觉对他有所亏欠 所以就想着假装陌生人喝一杯再走 不过他忽略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在付钱时 他不小心把之前一直用的打火机给漏了出来 而那个打火机是很久之前无科送给他的礼物 本以为自己可以糊弄过去 但直到离开时他突然喊出了自己老虎的绰号 而他条件反射地停留了下来 那一刻他才明白自己彻底漏相 无科直接将他拖到后巷 并要挟他把当初卷走的钱吐出来 可他早就将那些钱给输没了 自从那时开始 无科就开始不断地向他要钱 否则的话 他就会将自己的身份告诉那些债主 而他也知道亏欠太多 所以每次也都很配合地尽力补偿他 但无奈天一弄人 他在偶然间得知了前妻和儿子的住处 那时他才知道 原来自己的孩子很早就患上了白血病 而且想要维持生命还需要花很多钱 那一刻他很厚 后悔自己当初是赌诚信毁了整个家庭 也后悔自己自私的整容选择偷生 而恰好那晚无科再次找到他要钱 他把自己儿子的情况说了出来 并打算以后不会再给他钱了 但他还是小看了无科对他的恨意 对方听后竟然二话不说拿刀朝他捅了过来 不过好在他反应及时 直接夺过刀后反手捅了回去 所以他认为当时自己只是出于自卫杀了无科 本以为真相已经大白 林队二人从审讯室出来后 阮斯认为陈老虎的口供不一定是真的 因为如果只是正当防卫的话 那至于接连防卫二十多刀吗 果然 很快警方在陈老虎妹妹的家里 找到了同死死者的凶器 而经过对上面的指纹对比 发现上面根本就没有无科的指纹 也就是说死者从头到尾就没有碰过这把匕首 再结合无科的妻子曾说酒吧的钱最近一直在变少 因此警方推测死者才是那个给陈老虎钱的人 而最开始他去找无科也应该并非误打误撞 其实是他希望无科能借一些钱给他帮儿子看病 无奈善良的无科多次帮助他后已经没有什么积蓄 那晚无科决定不再给他钱后二人发生了争吵 过程中或许无科用他身份的事情对其进行了威胁 而这恰恰是陈老虎最担心的弱点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捅死了无科 陈老虎听完惭愧地低下了自己的眼睛 毕级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 感谢三连